大家好 这节课和各位分享一个插件 Super Cache 静态缓存插件 这是一个免费的插件 进入插件 选择安装插件 然后搜Super Cache 这个图标的就是Super Cache 插件 这个插件很有名 我已经用过很多年了 但是里面的设置相对比较复杂 特别是里面有一个缓存时间 还有一个回收机制 我是最近才弄明白 特意试验了一下 所以有一些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 像这种Wordpress静态缓存插件有很多 这个只是其一 比如搜索Super Cache 还能看到这个插件 这个插件我都用过 都是同类的插件 但是开发者不同 设置界面不同 对不同主题的兼容性也不一样 就拿这个Super Cache 插件来说 我的achair.cn这个网站 用的是newspaper主题 那么这个主题的开发者推荐的缓存插件 就是Super Cache 所以我才用了这个插件 像Avata主题支持很多插件 其中包括了这款插件 也是挺好用的 我在之前的课程中 还给大家分享过这个插件 像B主题可以用这个插件 这种缓存插件 网上有很多介绍 我也简单的说一下 我们在打开网站的时候 Boot Price是PRP的 它要做两个工作 一个是解析PRP PRP是一种脚本语言 另外一个 它要进行数据库查询 比如我在打开网站首页的时候 默认是要执行PRP程序的 这个程序需要执行 然后它要根据程序的设置 从数据库里面调用 不同表格里面的信息 每打开一个页面 都要进行一次数据库查询 而且这个量是很大的 这种静态缓存插件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比如SuperCash插件 使用这个插件 它会生成HTML文件 就不用解析PRP了 另外它在生成HTML文件之后 再打开这个首页 也不需要再重新查询 MySQL数据库 生成的时候 已经查询过一次了 首页的HTML的缓存文件 保存在了硬盘上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现在这个浏览器 已经登录了后台 我换一个浏览器 用微软的浏览器 比如这个页面 在打开页面之后 我们查看这个页面的源代码 鼠标点右键 选择查看页面源代码 拉到最底部 有这么几行 第一个是 动态的页面 生成用了0.864秒 第二行是 缓存页面 Super Cache 在2020年3月10号 也就是今天 14点11分 现在是14点12分 然后第三行 有一个是已经压缩 用的是GZIP压缩的 有这么几行 说明这个页面 已经被缓存了 缓存的时间 是这个时间点 然后缓存的这个时间 上面这个0.8秒 指的是 这个页面 如果是动态打开的话 需要0.864秒 生成这个文件 那么现在是静态的 速度要快得多 我们试验一下 用浏览器的检查工具 切换到网络 然后再切换到DOC 刷新 它用了15毫秒 也就是说 13404这个页面的 HTML文件 它只需要28毫秒 如果是动态的话 它需要864毫秒 0.864秒 这是指的页面的 HTML文件 这个动态生成页面的时间 和主机和主题都有关系 有的慢的话 有可能是1到2秒 快的话是几百毫秒 这个时间并不是 整个页面打开的时间 而是纯粹 打开这个页面 HTML的主文件的 这个时间 这节课内容 我们先到这 下节课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